梅老板大声骂着 操他老老蛋 这几个王八蛋都提上猪了 老子没事倒好 老子要是有事的 连他们的影子都见不到 门外进来几个穿着西装的彪形大汉 脸上扣着墨镜 完全就像电影中的黑社会一样 他们是梅老板的保镖 梅老板愤愤不平的眼光 像鞭子一样一下又一下的抽打在他们的脸上 他们一言不发 梅老板说 这里人多 不想让你们难看 回去再算账 梅老板拿着印章 在合同上一个接着一个的摁着 每摁完一个 就抬头看着爱丽丝那张修饰精致的脸 问 怎么样 爱丽丝赶紧说 哎呀 老板好潇洒 爱丽丝那时候一直很奇怪 这个梅老板为什么不签名 而要按印章 后来 在爱丽丝做了梅老板的情妇后 才知道原来这个梅老板不识几个字 写出自己的名字也是歪歪扭扭 在需要他签名的时候就按印章 其实本地的很多梅老板都是不识字的土包子 他们顶多也就是初中文化程度 在需要生意谈判和文字处理的时候 他总会带上那个操他姥姥的大学生 梅老板按完印章后就掏出电话来的 他边在寿楼部指高气扬 便意气风发的喊 今天兄弟我买了二十套房子 卷是超难的 比他前马子的多 比他前马子的大 他前马子有什么牛的 操他姥姥的 后来我听说 民间流传很多关于操他姥姥的梅老板的故事 梅老板和另外一个梅老板狭路相逢 两人的汉马车互不相让 周围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两个梅老板下的车开始豆腐 这个把几千元的皮鞋扔进水坑里 那个把皮尔卡丹撕成碎片 这个把欧米格用石头砸烂了 那个把诺基亚大卸八块 后来他们开始比拼谁的人民必躲 都从车子里拖出一箱子前用打火机点着了 即便这样还不过瘾 他们后来把两辆汉马车都点燃了 梅老板喜欢把钱装在车子里 不喜欢使用银行卡 梅老板最看重的是面子 为了面子花费再多的钱也愿意 操他姥姥的梅老板最爱说的一句话是 你有什么了不起 老子用钱把你砸死 也是在那一年里 这座城市出现了温州炒房团 这些来自那座东南沿海富裕城市的一群人 携带着巨管 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 闯进了我们这座贫穷的北方城市 就像一群盔甲鲜亮如狼似虎的武士 闯进了被他们占领的 在他们铁蹄下哀嚎的城池中 闯进了一群衣着破烂的 惊恐不安的女佛中 而这些女佛毫无反抗能力 温州炒房团实力雄厚 他们随便一个人的资产 就让我们这座城市的市民震惊则声 我们都想不明白 一个人的资产居然可以以千万 甚至以亿万来寄了 温州炒房团在我们那座城市的房地产 市场横扫一切所向披靡 房产商见到他们笑得合不拢嘴 而想要买房的工薪阶层和小生意人 却像被强奸一样叫苦连天 温州炒房团让这座城市的房子供不应求 房价也像做过手术 塞进乳胶的胸脯一样 越账越高 就像天生喜欢流浪的河南人 是中国的吉普赛人一样 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 他们具有做生意的天赋 他们在市场经济尚未成熟的时候 就纷纷抢占先机 攫取了走向飞黄腾达的第一头巾 当他们开工厂办公司 日进抖金的时候 我们这座城市的人还热衷于周末加班可以多拿一天八元钱的补助 使用复合肥一亩可以多打二十斤小麦 我清楚的记得那一年的夏天我在浙江采访的时候认识了温州一家报社的女记者 他说他的弟弟去年大学毕业 不愿意上班 就跟着炒房团转战全国各地 以较低的价格团购房屋 更以较高的价格卖出 一年就赚了八十多万 扣除银行贷款的利息二十万 纯利润达到六十多万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 我才知道了还有钱生钱的声音 用别人的钱来赚钱 自己五本万利 这些年存款利率一再调剂 而物价却在不断上涨 我听过的最具黑色幽默的一件事情是这样的 三十年前 一位女子将三百元钱存进银行里 三十年后三百元变成了六百七十元 三十年前三百元可以买到一套住房 三十年后六百七十元只能买到一瓶茅台酒 当我们把存款放进银行中 让银行这个大管家来保管 那是我们两脑的钱 而银行却把这些钱送给别人做生意 送给别人炒房产 那么我们给他们提供了本金 我们是否也能分红 那一年的温州炒房团 像成吉思汉的铁骑一样 战无不胜 功无不可 他们过处草木无存 风声和力 一直到今天 温州炒房团还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南到深圳 北到墨河 东至周山 西达喀什 他们功成略地 无往不胜 他们玩弄着无数人的购房梦想 就像猫玩弄着老鼠一样 贫富的巨大差异 地区的巨大差异 让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无法捍卫自己的梦想 很多年后 我还能记起当初见到温州炒房团的情景 那个炒房团的带队是温州本地的一家房产中介公司 一名戴着眼镜的皮肤白皙的中年男子 和北方这座城市的大款都是一些没老板这样目不实钉的文盲不同 温州炒房团的成员形形色色 有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 也有富贤在家的老太太 有肠肥脑满的先富裕者 也有纽扣店老板和拖鞋厂经理 据说温州当时仅有七百万人 而一百万人就加入了炒房大军中 东征西讨 南征北战 那名房产中介公司的男子态度谦和 总是笑容可惧 和我们本地那些飞扬跋扈的爆发户完全不同 南方的大款都很低调 我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大款 但是从服饰和生活中并不能看出他们是大款 他们一点也不横行霸道 一点也不趾高气扬 他们看起来都像谦谦君子泯然重任 后来 我曾经多次在江边的烧烤摊看到这些大款 他们塌了着拖鞋 穿着背心 喝着几元钱的啤酒 而当他们离开时 才看到他们钻进了奔驰和宝马 他们的钱也照样能够把你砸死 但是他们嘴巴里从来不会说出来 这就是南方老板和我们那个地方爆发户的区别 我曾经问过那名房产中间的男子 你们温州人怎么那么多钱 每个人都买几百万上千万的房子 这名男子说 当前房地产投资是利润最高的投资 并且只赚不赔 温州炒房团买房子都是团购 而团购的折扣更高 买了房子后 即使立即按照市场价格卖出去 也会赚钱 但是温州炒房团不会这样做 他们都是长线投资 过上数月半载 房价大幅上涨 再出手就稳赚一笔 然后用这些钱再去买房 再去投资 再去赚钱 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做的生意 温州人买房子从来不会一次性付款 都是只给首付 他们用一套房子的钱购买五套房子 甚至更多的房子 那时候买房子没有首付三成之类的说法 五套房子的利润是一套房子的五倍 他们将这座城市的高档住宅区 和闹市商破的房价哄抬之后 就含笑离去 去往下一座城市继续哄抬房价 房价上涨之后 就再也难以降下来 没有提前买到房子的人 只能留下终生遗憾 我问 温州人为什么这样热衷于炒房 那名男子说 做任何生意都有风险 开服装厂 款式不时尚就卖不出去 买股票被套牢就只能跳楼 而炒房子几乎是零风险 谁都知道中国人多需求量大 而土地资源有限 房价只升不降 但是他们缺少温州人手中的金钱 现在是钱生钱的时代 有钱的人越发有钱 没钱的人总是没钱 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当富人醉生梦死的时候 穷人只能提机浩瀚 但是富人的付出并没有比穷人更多 富人并没有付出比穷人更多的努力 穷人日日卖水果摆地摊 忍饥受恶 而富人只在寿楼部潇洒地走个来回 她一个来回的收入是卖水果的穷人 一辈子也望尘莫及的 我曾经听过很多去欧洲的朋友介绍 在欧洲 那些打扫大街的人很有尊严 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热情 周末的时候 他们想雇请一名终点工来打扫房间 终点工说 对不起 今天我休息 他们加钱终点工也不来 认为周末休息是上帝安排的 谁也不能干水 而我们这里扫大街的清洁工总是一脸苦笑 没有劳动的喜悦 为什么这样 关键是那边的清洁工收入不错 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很幸福 而我们这边清洁的工作就只能勉强糊口 那些朋友说 在欧洲最高的工资标准 不能超过最低工资标准的五倍 而在我们这边 贫富差距已经到了水火之间的温度差别 当广大的清洁工一个月收入不足 不到千元一年收入不到一万元的时候 某些保险公司的总裁年薪高达几千万 贫富之间的差距高达几千倍 在这样的环境中 扫大街的人又如何会有尊严 又如何能够幸福 年薪高达几千万的总裁 他的付出一定就比清洁工多几千倍吗 当我们看到了韩局长的日记后 才知道这种级别的人 每天的生活内容都是什么 他们的付出绝对没有清洁工的更多 也是在那一年里 我意外的得知了公务员工资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有一天 我突然遇到了以前同在政府办公室工作的陈光凯 他也是来买房的 政府办公室是全线人都瞩目的一个单位 而在这个单位熬几年就能顺利得到提吧 因为这个单位有着不同于别的单位的工作性质 记得那时在每年年终会上 办公室主任都要一再强调 我们的部门任务就是给领导提供优质的服务 那时候我们经常跟着领导出站 我们争着抢着替领导开车门关车门 替领导拎包给领导打散 领导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奉若神明 领导的每一个微小的眼色我们都心灵神灰 我们每说一句话都要查看领导的脸色 当领导高兴的时候 我们就要不失时机的讲几句笑话 让领导更高兴 当领导不高兴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说一句话 那时候的我们就像小丑一样 戴着面具扮演着微不足道的抉择 我们全心全意的为领导服务 为领导负责 甚至有人把自己的老婆贡献给的领导 以便让领导给自己安排一个好职位 而因为我们在领导身边工作 我们的老婆也就进水楼台先得育 能够给领导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那时候我们经常跟在领导的后面 走过机关大院 走过所有人仰慕的视线 我们沐浴在领导的光辉中 洋洋得意 那时候我们一点也没有觉得 自己的人格是多么卑励 也把自己这些卑贱的行为 当成了理所当然 而只有在我离开了政府大院后 回头反思自己在那座大院的行为 才觉得无比龌龊 陈光凯那时候 是我们部门水平最差的一个 他写的材料经常被领导打回重型 他潦草的字迹 也让领导出了很多洋想 所以领导非常不喜欢他 那时候我们部门还没有电脑和打印机 所以领导的讲话稿都是秘书手写的 有一次领导在大会上念讲话稿 念到了 全县人民一定要大干快干加23干 适夺粮食大丰收 主席台下的人一片哗然 不知道什么叫23干 原来领导把陈光凯手写的巧干 念成了23干 还有一次 省长来到我们县检查工作 我们准备了一个月时间 省长来临的时候 警车开到全县戒严 所有路口都站满了穿警服的人 阻挡了上访的百姓 省长在招待会上做了意义深远的讲话后 我们的领导也要讲话恭维省长 他拿着讲话稿念道 省长的讲话深入人心 高屋建令马 让全县人民深受鼓舞 省长皱起了眉毛 不明白什么叫高屋建令马 原来我们的领导把高屋建令念成了高屋建令马 接着我们的领导又念道 对于下岗人员 我们一次性生活补助200元 听到我们领导的讲话举坐华人 原来我们领导断句有误 应该是我们一次性生活补助200元 我记忆中最深刻的 是领导在全县三干会上的讲话 所谓的三干会议 就是每年春节后 县乡村三级干部在全县统一开会 会期三天 那次我们的领导正念讲话稿的时候 突然提高了嗓门 全县人民同心同德 鼓足干劲 让GDP再翻一翻 客户 此处可能有掌声 大家全都笑了 我们的领导把陈光凯讲话稿中的提示都念出来了 陈光凯的意思是 此处可能有掌声 让领导在讲完这句话后 能够停顿一下 没想到我们的领导没有领会 居然把提示都念出来了 在我离开的政府大院做记者的时候 我一个月的工资仅有500多元 那时候陈光凯的工资比我更少 而在三年后 我依然在做记者 面对高昂的房价 连买房的念头都不敢有 而陈光凯已经来到我暗访的这家高档小区买房了 他现在是一家油水部门的负责人 每年经手的金额赏千万 那天 陈光凯对我离开的政府大院深表不紧 他说 如果我当时不离开 现在的工资已经翻了一番 几万元的外债 对于一个科级公务员来说 又算得了什么 他说 在我离开后 公务员工资年年上涨 但是这对外界都是秘而不宣的 只有公务员自己知道 而在十年后的今天 公务员的工资比起十年前 更是翻了两番 陈光凯说 在我们老家 哪种职业比公务员更好 哪种工作比公务员更轻松 你为什么要离开公务员对我 你傻呀 按照科级干部的工资标准 他们每月工资只有两千元 而陈光凯购房子的钱 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 我们那里是国家级贫困县 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 还不到两千元